武刘 封家小姑娘 据我所知 你跟太楊們的關係不是太好 何必在這裡為他們站台 你現在下去 把冠军让给我 如何 你管我 不知好歹 半球在第一场正式开始 风飘飘摆出太极七兽式 让他们以后战胜王赵天 请大家睁大眼睛 拭目以待 来 太极功夫不过如此 你现在下去 我还能留你一条小命 天人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你 你 起来 这一局我们认输 小姑娘 今天算你幸运 魏楚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 王兆天获胜 休息片刻 我们即将迎来最终决赛 你为什么不认输 再继续打下去 你会跟我当年一样 被打成残废 甚至 有可能丢掉性命 对不起 你没有做错什么 接下来 交给我吧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比赛现场 经过一个小时的休息 本届全国舞蹈大会的最终决赛 拉开序幕 这位前大赛冠军 引派太极卫士的掌门人 能否战胜八旗门王兆天选手 是再创辉煌 还是悍然离场呢 我就说 魏楚肯定没问题的 我没问题的 你看 是 我没问题的 今天还是这个 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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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射射射射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攻击 可以 一招至甚的吗 我蜕蜀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逞强 我刚刚用力的话 你已经下去了 你想找死 今天就废了你 加油 太极公奉绝地反击 无愧是隐派卫士掌门 卫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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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太极派 获得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 根据太极派五名选手的积分 封飘飘将作为个人冠军 继续带领太极五人战队 代表中国参加世界舞蹈大会 令人惊讶的是 封飘飘肖孝 都不是传统的太极传人 太极派打破了门第之箭 黄兆天 我现在以非法拘禁 绑架未遂等一系列罪证 依法逮捕你 带走 走 走 谭林 你出卖我 师叔 这是你最有应得 到了牢里 记得好好改造啊 师叔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走吧 今天你才是主角 还好表现 太极走向世界 这是CMF的骄傲 也是中国传统舞宿骄傲 获胜队长 封飘飘 是否有什么感言呢 我来说两句吧 我作为队长 我一路走来 看我身后这些朋友们 我们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 我今天不哭啊 因为我 我这么长时间 大家教会了我一个 一个事情 就是要坚强 感谢他们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会这样站在我身后 帮助我 陪着我 还有呢 在这里 除了爷爷 我想感谢一个人 我想感谢他 谢谢他 谢谢他教会了我 如何去爱 去爱别人 去被爱 去接受爱 告诉我 努力了 就一定会有结果 最后我想说 我想将太极发扬光大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C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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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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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怎么回事 海洋说吧 那个 我的是 好 这样说吧 萧萧猜测 谈恋这么多日 一直被王兆田囚禁 我们找魏楚帮忙 趁今日 王兆田参加比赛 一起去方家解救了大力 同时配合公安部门 将王兆田的黑帮势力 一扫而进 警官 我的朋友就被关在这里面 走 抓起来 带走 你 你这是 上次 你救了我一回 我也救你一回 我们就扯平了 对不起 你刚刚说什么 我怎么好像没听清呢 既然好就是说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打倒王兆田 他背后东南亚黑帮 想要把八旗闻 打造成他自己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破坏他的积木 其实 我早有办法 就看你配不配合 你都不知道吧 之前还是多亏海洋 跟魏楚 别醒我 我才去救了谭林 其实魏楚为你做了很多事 你不知道而已 就像风爷爷之前 差点被绑架 也是他提醒我们有了防备 才捷住八旗门的人 我 我爷爷 放心吧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 对啊 再加上 魏楚这么聪明伶俐 我还叫他这么多招 对不对 这又是你叫的 魏师兄啊 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你 行 我先去找找他 哈哈哈 眼神闪烁的情绪 平静的不中流 雨大不中流 好